各位觀眾朋友 再來我們要介紹 我們的葉長老葉醫師 要是我們 張綠蔣隊的港帝人 我忘記了 還有我們的師母 師母 還有兩位長老 我們的吳碧仁律師 張綠蔣 張長老 張綠蔣隊 今天我們的主角 我要特別介紹 我們的劉律師 一年前的明天 12月19號 在這裡演講過 在他演講之前 一天 他受洗了 我覺得神非常奇妙 今天一樣有在他演講之前的一刻 他的夫人受洗 啊哼 這個受洗之後 這真的能一年 劉律師呢 聽說有很大的轉變 除了他今天 講他的專業之外 還要把他這一年的心目歷程 他的一些理想跟他的轉變 也呢 要告訴我們 要跟我們大家談一談 那我現在呢 就介紹 我們的劉律師 請您接受 我們要歡迎 劉律師 劉律師 謝謝 還有劉律師 劉律師 還有劉姊妹 劉律師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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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中國人就比較含蓄 我們對他們歡迎應該要表態 要講出來 對不對 比如說我對我的夫人 我對我的先生愛你 就常常跟他說我愛你 對不對 老實不講話不行 所以現在我先示範一下 我們說 我們非常愛劉弟兄 劉姊妹 好不好 一起講來 我們非常愛劉弟兄 劉姊妹 好 請收一下 對 我們要常常 經常表達你的愛 這才是對的 這次來 意義是非常地重大 代價也很大 因為劉律師是來自於 亞洲第一大的 銀科律師事務所 他要來這裡演講 他必須要把他所有的schedules 在hold住 然後他才能夠來 非常忙碌的 所以他今天來 我們絕對不能夠放過他 有任何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你們一定有很多親人 還有朋友 在中國大陸從商 有很多法律的問題 法律的問題 我們可以請教他 好不好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的機會 如果再錯過 也許有一年 要等很久 劉律師呢